马来亚联合邦成立 其实并非人人乐观 因为它始终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二战时英国军队的不堪一击 让人们了解到必须自己当家做主 才能维护家园的自主与安全 要求独立的呼声逐渐在群众中扩散 当时出现两股要求独立的势力 一是马共发动武装行动 希望赶走英国殖民者 二是东姑领导的巫统与马华 国大党联盟通过谈判要求独立 结果和平谈判取得效果 英国同意让马来亚独立 与此同时 沙拉越和北婆两地因为战争的破坏 原来的统治者无法重建 而交由英国殖民不管辖 两地与半岛的十一州组成马来西亚 形成现在的祖国版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共产主义随着苏联的强大而盛行世界各地 马来亚共产党势力也强大起来 他们坚持反殖民主义 反帝国主义的主张 对英国殖民统治者产生一定的压力 遂成为英殖民政府打压的对象 马共的武装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马来亚共产党因战时的抗日表现而成为合法政党 他积极协助工人和农民争取福利 也支持反联合邦运动 但是这些行动都没有获得成功 马共改变斗争策略 开始鼓动一系列的罢工浪潮 殖民政府通过法令 限制马共的活动 同时取缔一些激进的工会组织 逮捕工人领袖和共产党员 马共在霹雳和柔佛先后暗杀数名英籍侨民 英殖民政府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 并颁布紧急法令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英殖民政府可以未经审讯扣留任何涉嫌从事共产党活动者 或将干扰或破坏地方安全者驱逐出境 随后马共进入森林 成立马来亚民族解放军 与英军对抗 英殖民政府的搅供措施 为了镇压马共的武装活动 英国政府调动英军 尼泊尔姑卡雇佣兵共和联邦国家军队 马来军团及警察部队在各地展开搅供行动 与此同时 他也在一些地区颁布戒严令 成立由各民族组成的自卫队 殖民政府实行 毕利斯计划 把散居森林边缘及矿区的居民强制迁移到指定的地点 为以铁丝网 控制他们的活动 以断绝马共的粮食供应和情报来源 这些被围起 活跃的地区民众得到一个月的收拾准备时间 日期到了就随军方安排的车子离开 但也有一些地区民众根本没有事先得到通知 就即刻 被要求迁移 马来西亚的成立 钦差大臣葛尼 在前往福隆港途中被马共狙击 重担身亡 应殖民政府大为震惊 第二年 邓普勒将军继任为钦差大臣后 除了加强对马共的军事进攻外 也采取心理战术 向他们招将 民事方面 邓普勒将军放宽非马来人申请公民权的条件 推行是议会选举等 以迎娶人民对英殖民政府的支持 英殖民政府的一系列措施 有效迫使马共撤退到马太边境分林活动 紧急状态下的政治发展 面对马共的武装抗争 英殖民政府也加速了 让马来亚联合邦自治的方案 以减少母国在本区域付出的军事开销 阁原制的推行与市议会选举 英殖民政府推行阁原制 及一些部门首长 由马来亚籍的议员出任 实际负起督导工作 吸取行政经验 同年年底 冰廊与市议会举行选举 在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中 巫统和马华工会联盟获得胜利 奠定日后华屋政治合作的基础 之后 在半岛其他大城市也都进行了市议会选举 华屋联盟向英殖民政府建议举行大选 经过一连串磋商后 殖民政府同意在98名立法议会 议员中的52名 由人民投票选出 第一次全民大选如期举行 由巫统 马华和国大党所组成的华屋印联盟 以争取独立和结束紧急状态为主要政纲 获得胜利 组织自治政府 巫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出任首席部长 年大选前的群众集会 联盟代表在台上积极宣扬治国主张 以吸引选民投他一票 华林会谈 自治政府成立后 便着手准备结束紧急状态 他颁布大设令 呼吁马共放下武器 但并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 首席部长东姑阿都拉曼英马共总书记陈平的邀请 在即打华林举行会谈 政府方面的代表除东姑阿都拉曼外 还有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以及马华会长陈真璐 马共的代表是陈平 拉西麦厅与陈田 公敌满国堂会望福华民人总金德 会谈中 东姑建议马共自行解散 马共代表则坚持政府必须承认马共 唯一合法政党 以作为他放弃武装斗争的先决条件 东姑拒绝了这项建议 谈判在第二天即宣告破裂 底巨事 海外 海外 主理 城 城